布鞋奶奶走了 曾亲自给部队子弟兵送鞋40年 在潘之花市 有一位叫唐明县的布鞋奶奶 她每年都要亲自给部队子弟兵送去亲手做的布鞋 一送就是40年 累计送出布鞋 鞋店13000余霜 她的佣军事迹曾被新闻联播播出 还曾获得四川省爱国佣军模范 全国爱国佣军模范等荣誉称号 12月1日 记者从潘之花市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 当天上午 布鞋奶奶唐明县在潘之花因病去世 享年81岁 唐明县是潘之花市攀钢集团 钢城企业总公司退休职工 从1982年开始 这位农村出身 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 家庭病故富裕的老太太 每年都会为部队官兵缝制布鞋和鞋店 寄往全国多个部队 1982年 还在当清洁工的她 用剪破烂存下来的80元钱 买台缝纫机 在厂区里免费帮工人缝补衣物 唐明县曾在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 厂区车间主任建议她为部队做些布鞋寄去 我很快就做了几十双布鞋 寄到了云南老山前线 每年81建军节前夕 她都会邮寄布鞋给外地的武警战士 消防纸战员 12月1日 记者从潘之花市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 40年来 唐明县已累计送出布鞋 鞋店13000余双 今年81建军节前夕 唐明县和过去一样 在老伴 女儿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带着四个装满布鞋和鞋垫的编织口袋 来到潘之花市消防救援之的营区 亲自给消防员送布鞋 席店